琪琪与爱德华 与水龙 从前从前 在奇幻王国的一个美丽城堡 住着勇敢的吉娃娃琪琪 在人鱼王国的海底 排后的女儿玛丽亚 不仅拥有美妙的歌喉 她有一位勇敢的儿子 名为爱德华 与琪琪一样 爱德华 同样勇敢 并且拥有与生物沟通的特殊能力 当琪琪得知这一点后 对于海底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于是 她请求主人阿丽亚 运用水中呼吸的魔法 使她得以拜访爱德华 阿丽亚愉快地施展魔法 为琪琪 提供了在水中呼吸的能力 琪琪的身体 迅速适应水下环境 好像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自由 随着水波的摇曳 琪琪与阿丽亚 一同踏入深邃的海域 展开他们 与爱德华的相遇之旅 在这片神秘的海底世界中 琪琪与爱德华 相见很晚 爱德华展示了 她与海洋生物沟通的独特技能 这让琪琪深感惊讶与兴奋 两者 一同游过珊瑚丛林 与五光石色的渔虫互动 感受着海底生态的奇妙之处 在这段海底冒险中 琪琪与爱德华的友谊 逐渐升华 他们一同发现海底宝藏 探索神秘海沟 分享着彼此的冒险故事 琪琪也像爱德华 介绍了奇幻王国的美好 两个不同世界的奇妙交流 让他们的友谊 更加深厚 当旅程结束 琪琪感慨望分 带着对爱德华的深厚友谊 返回奇幻王国 这次奇妙的冒险 让他体会到 友谊 并不受限于陆地或海底 而是在心灵相通的瞬间 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这是一个充满魔法 和爱德王国 等待着琪琪 与阿丽亚 探索更多的冒险 和奇幻世界的魔法 晚安了小宝贝 祝你的梦中 会出现美人鱼 在你的梦里 你将会看到世界的梦幻鱼美妙 中文字幕提供